子晴说我们回家住就可以了 就因为我们 他才会跟他妈妈分开 就算知道是他爸 他也不会高兴 子晴 说一句也好 会不会就这样永远看不到你了 对你们两位 我实在没有办法 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三十年的岁月 怎么能忘记 妈的人生呢 她有多痛苦 明天晚间六点 老天爷呀给我爱 精彩大结局